A.M.Wattnews在2019年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先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在过去那几天里面我看了一些视频 在Facebook和YouTube上面 其中我看到方建仪帮一间移民公司拍了一条广告片 大致上的说法就是移民不是遥不可及的 我立即想移民和遥不可及的理解 或者他想传达的意思是很多人想移民 而且他会帮人达成移民的心愿 为何有那么多香港人突然想移民 我上一次的移民潮我印象中记得 应该是在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八九民运之后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曾经有很多香港人想移民 但是那时候其实政治的动荡 或者经济上的崩溃 令很多人想移民 其实不令人意外 但是在今时今日的香港 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人想移民 当然了 我想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有答案 就是说就算你的肚子吃得多饱都好 如果你的所谓的情感 一个想法或者一些感受是不开心的话 当然这个都会令你很想离开 逃避这个地方的一些原因 在过去一段时间雨伞运动 或者之后的DQ事件 其实都令到好一部分的市民感觉不良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一部分人想离开 我觉得也都不是一个这么难理解的事情 反过来说 我们反而要想的就是 如果我作为一个从政者 作为一个政治家 我会怎样去理解香港人的这些行为呢 其实看回来说 香港经济现在一直在过去的十年八岁里面 都相当好 有了最低工资之后 基层的一些所谓的基本的收入得到保障 反过来说 中产的收入也都不是太差 当然楼价高企是一个很烦恼的问题 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大家想走的原因呢 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学术机构也好 从政的人士也好政府也好 都应该想一想 为什么香港人的怨气那么大 我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你问我今时今日我是不是很开心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 其实呢 我自己心里面或者肚里面 都有一些屈结在那里 而这些屈结呢 也都不是说 我自己一个人的能力能够解决的 因为有很多事情 我们其实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 我们跟中央之间的关系 中央怎么看我们 我们又怎么看中央 或者我们怎么看内地人 内地人又怎么看我们 其实这些都是很明瞭的事情 老实说 如果你说香港又这么差的话 又为什么每日都有这么多内地人 旅游或者单程证 他们都会来香港 購物甚至乎安居呢 这些就证明了香港的复杂性 我觉得香港面对2019年 我们面对的问题会更加复杂 我们夹在中美贸易战之间 究竟我们怎样自处 其实我们自己都未能够拿主意 所以我最后只能够在这里说 作为一个香港人 在立足于2019 我会用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 希望能够令到自己做得更好 我也都在这里希望大家 能够像我一样 有一个希望的心 继续迎接我们的将来 因为其实世界每个地方 都有好和不好 你不会以为你移民了去第二道 就可以一了百了 今天聊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吻见ık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